位於喜馬拉雅身上的小國 布丹 首都新部的郊外 一位腳踏車騎士正賣力爬坡 他每週四的固定行程 就是前來參拜這尊有54公尺高的 巨大釋迦摩尼像 接著他來到醫院 換上醫師袍 開始週四的例行會議 今天談話的主題是慈悲和憐憫 會議結束後 他又驅車前往下一個工作地點 總理府 他不是來替總理看診 治理國家的人 就是這位西林醫生 平日治國 週末治人 身兼兩職 人樂此不疲 對西林來說 醫生和總理 兩個身分不但沒有衝突 反而是既是救人的一體兩面 除了醫學的科學專業 心靈總理的虔誠信仰讓他同樣重視內在健康 不單人民笃信藏傳佛教和印度教 比起外在的物質享受 內在心靈的富足才是最重要的 為此還有專責的國家機構 每五年一度 對人民進行幸福指數的調查 但有國民幸福政策不等於不單就是最快樂的國家 二零一九年世界幸福報告指出 一百五十六個調查國家中 不單的幸福感排名只有九十五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 人不免產生必要之二 城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又讓人民感到幸福 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如何恰到好處 又能否均衡發展 都考驗著這位醫生總理的智慧 大愛新聞 張泰林編譯